来 我也不觉得过了两年后的事情 需要不断不断继续的再重复 造姓党员涉案 他受到开除之后 他的家属寝思离开党部 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 他说要扫除黑金 怎么可能啊 他靠着他们上位 被打脸啊 他不敢讲话了 再次坐实了 他是这一些 有黑道背景的人的小弟 以及亏联 赵英光现在所讲的 你想要作践我 而你当时 可能我帮助了你多少 你完全不提 我觉得吴英龙参选 现在非常尴尬 所谓的小英男孩 现在想要切割 其实非常可笑 他算得着 他想要做 他们在拥有 他的耳朵 就是在拥有 那边 在贬啊 那边 他有更多的 日本人房子 帅控制 他在那边 习近平 东西 就跟着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